欢迎来到深入阅读读书会 我们的读书会会把书中的内容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分享给大家 所以会把书中内容与现在的社会现象或是社会问题进行连接 有看过书的人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分享你个人阅读后的看法 没有看过书的人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你对于这次影片所提到的内容有什么其他的看法 欢迎大家补充我们没有提到的部分哦 这一段的故事里在办公室里的对话 就显示着即使是负责生产人类的中心主任 还负责制约课程的副主任 更甚至在更衣室里面女主角和她的朋友 都不是那么清楚关于家的概念 有的也只是被教育的标准答案 那没有家的概念似乎其实也不会有所谓的家暴 攀比靠霸主之类的问题啊 那莫义卡在这里你觉得家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啊 我记得啊很多年前曾经听电视节目主持人于美人讲过 她从小的时候就一直在搬家 然后她的妈妈就跟他们讲说 妈妈在哪里家就会在哪里 也就是说父母在哪里 那个地方就是家 美的新世界为了要确保社会的安定 所以必须洗脑大家 社会是一家的 没有父母我们就不会有狭义定义的家 往好处想 一旦没有父母 我们彼此之间就不会有所谓的小情小爱的爱情关系 把小爱变大爱 切断了私有化独占化的情感 大家呢都是公共共有的一份子 任何人都没有想要独占对方的想法 一切的男女关系亲情关系都是共有的 我的呢也就是大家的 大家的也就是我的 听起来好像有点像是1960年代的嬉皮精神 也有一点点像是一部分的共产主义 也有像是最近这几年来 有一些渣男 他们所主张的开放式关系 那在这边稍微补充一下 嬉皮精神呢最早是开始在1946年 是这一本书出版之后的第14年才出现的 嬉皮们他们是在1960年代 是指一群崇尚自由自我意识的和平使者 Love and Peace 向往爱与和平 想要达到身心灵的自由 所以其中的一项主张就是要性解放 性解放这一点呢 跟美丽心世界中所提到的两性开放式的关系 它的情况算是吻合的 那么第二点是在1941年到1918年呢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我们要补充的就是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资本 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 所导致的 在1922年成立了苏联 也就是说十年后的1932年 这一本美丽心世界出版了 现代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开始发展起来 马克思跟恩格斯 他们共同写了一本书叫共产主义宣言 它是在1848年就出版了 所以我在猜 美丽心世界的作者 他可能也有受到一点点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些影响 或者是有拿共产主义来做一些参考 共产主义呢 认为所有的人都一定会生活在一个世界平衡之中 没有任何阶级的差别 不过这本美丽心世界 它是有阶级的差别的 但是共产主义呢 它是没有家庭结构宗教或是财产上面的差别 国家呢会不见了我们世界是一体的 就像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所说的 经济会发挥它的作用 我们会各尽所能的按需求来做分配 那在美丽心世界中呢 每一个阶层的人 确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各尽所能的 而且呢 你的所得呢 也是按照阶层来控制你的需要 来进行所谓的分配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猜想啦 美丽心世界算是共产主义的社会了吧 不过我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共产主义 我对于世界史的了解也并不多 不敢就这样的断言美丽心世界 他所描述的是共产主义的世界 这个呢 就有赖呢 各位卧虎长龙的大家们 你们在底下留言来补充你的想法跟看法 那第三点我们要补充的是 开放式关系 英文叫做Open Relationship 它是指我们双方 有共同的认知 定义 甚至是量身打造的一种感情状态 它可能是一对伴侣之间 双方呢 彼此互相允许对方 跟自己以外的人发生性关系 那它呢 是透过一种多方的沟通 而且以订定契约的方式 来达成我们共同认定的 这个开放式的关系 那至于这个开放呢 是两方开放 还是多方的开放 比如说你是两个人 跟第三个人 还是我们要加入第四个人 第五个人 第六个人呢 这种多方的关系呢 通常会产生一些变动 嗯 但你说到这个 你刚刚说到提到共产主义 这个部分啊 我想 突然想到说 我之前曾看过一个影片 然后那个人呢 他就是曾经 小时候刚好是在那个红卫兵的年代 那他曾经呢 经过洗脑之后 他在家里面 因为父母聊天的时候 讲了一句 就是不是学校教的 那个思想的言语 很小的 很些伪的 的那个概念 然后 他就觉得 因为他为了想要就是阶级往上 然后他就出卖了爸爸 就批斗了爸爸 然后因为他们家呢 也算是 呃 有一点身份的那种中产阶级 结果呢 爸爸就因为这样子 后来被判了死刑 然后妈妈好像也被抓去坐牢 然后 他的位阶就提高了 然后大家都觉得他是那种 呃 那怎么讲 就是呃 大义灭亲的那种人 然后他觉得那时候觉得很 他自己也很厉害 很风光这样 然后但是到了呃 大概二十几岁之后啊 他开始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的时候 但是这这一切都已经发生了 他就觉得啊 自己这样子好像很对不起 家人也对不起自己的兄弟姐妹 然后但是他已经没有办法 把那个对不起说出口了 因为他爸爸妈妈也都 后来也都不在了这样 诶这个就是 其实是在共产主义的那个社会下 其实呃 家的这个概念 其实他们先 他们后来有去推翻 关于红卫兵年代那个 关于抹灭家的这件事情嘛 所以即使是在那样的社会 他们对于 他们认为家的这个 概念还是必须要存在 诶那美瑞 那关于这个家的这个概念啊 你有没有什么看法 在美丽丝世界中的文明社会 它是没有家的概念 他认为人人都属于彼此 而且控制着不遗余力的 要尽可能的避免有任何的情感存在 那像家里面就有各式各样的情感 幸福啊爱啊 这是比较真面 还有一些孤单悔恨欲望冲动 这是比较负面的 一旦有了这些情感啊 控制者就认为说 个人不会安定 那个人不安定呢 就没有社会的安定 但是在某一个部分呢 我蛮认同没有家的这一个概念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我们现在就是 2022现在这个社会中 家的观念是越来越薄弱 像一个家的组成就是 一定就是要先有爸爸妈妈夫妻嘛 那孕育了小孩 但是我们现在 就是夫妻可能一言不合 或观念不合 然后就马上离婚了 不像以前可能大家会就是 会各退一步包容对方 然后一直把这个家给持续下去 那因为理念不同 随时随地都可以离婚 那小孩子在这种环境下长成 也对家的这样的一个 完整家的感觉 他们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在乎 他们思想也是很开放 反正合得来就聚在一起 不合得来那就离婚也无所谓 那因为在这样子的环境下成长 很多小孩可能心态 就会有一些不一样 他们会认为只要就是 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那可能也一方面没有得到爱 所以会在社会新闻版面上 有可能说跟爸爸或跟妈妈伸手要钱 那爸爸妈妈不给 可能就是对爸爸妈妈暴力相向 或者是因为小时候 在家庭里可能爸爸妈妈吵架或是什么 影响了这个小孩 让他的一些心智观念偏激了 那长大之后就开始杀人放火 所以相对在美丽新世界中 没有这个家的概念 我觉得就某一个部分来说还是蛮不错的 也是一个还蛮新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关于家这件事情啊 我觉得他不是一个绝对好的一个形象 他有可能是不好的 有可能是好的 那只是呢我们可能要思考 因为在这个家里面呢 或者是我们未来要组建的家里 或者是现在这个家里 我能为这个家里去 我希望它形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家 然后去做一个什么样的努力跟改变 那因为毕竟嘛 我觉得人跟人相处最开始最原始的一个地方 就是在家里 那你要怎么去调整自己 然后让你的家的那个和谐度更好 我觉得这可是大家可以思考的 那如果我们没有讲到的地方 其实我们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分享一下你们对家的看法 或是怎么做会更好这样子 嗯好 那但是啊我们为了要在书中吧 他为了要创造一致的社会 要让他维持稳定 所以他都要用一个规格化 然后像这样子的强迫性的相同 会有什么缺点啊 莫妮卡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你的看法 哈哈哈哈 套具流行鱼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第一个我想要讲的是说 像福特汽车啊 在当年他一炮而红 是因为他为国民创造了所谓的T型车 他是一个国民车 那么工业化规格化量化的生产方式 可以快速的来制造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福特汽车的这个概念呢 来快速的生产人类塑造人类 所以说量化规格化 其实是塑造人类社会的最有效率 最好的方式 那好处就是世界上的人 你我他我们大家都一样 我们就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然后也可以达到世界的一体 因为我们大家都一模一样嘛 我们都在同温层里面啊 其实这个就是美丽新世界的主要目标 We are the world 第二个部分是呢 他的教育流程的内涵 有一个点 我觉得挺有趣的 叫做丢掉总笔修补好 很吻合我们现在电子业的一些概念耶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哦 现在的那个电视机啊 以前的那种传统 所谓的大大的那一台 厚厚的那一台 印象管 对 很耐用 一台电视机好像用个20年 绝对没问题 可是现在的所谓的这种液晶荧幕啊 可能你用10年都很困难哦 其实就是因为他希望我们 10年太久了 对 所以很困难 就是因为他希望我们赶快用坏掉 你就会赶快买新的 生产商制造商就可以赶快卖新的东西给你 我们这样科技才会进步的快啊 然后我们生产制造商啊 10年跟你做一次生意 跟20年跟你做一次生意 当然是10年就跟你高官 就是做一次生意比较好嘛 所以丢掉总笔修补好 我觉得我那时候就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在1931年年代呢 他们就有这个概念了 那当然这样的好处是说 如果说我们一开始啊 就可以制造出吻合 每一个阶层阶级的人类 它是符合那个阶层阶级的规定 也就是它是合格合规的人 那总比呢 我们制造出像我们现在这种 自然生产的方式 制造出一些 在美丽新世界眼中 不太合规的这些人类 给不合规的人 给他充分的教育 一开始就量化 规格化的制造人类 当然是比较符合经济效益啊 而且呢 东西把它丢掉 这样子就可以促进我们工产的 一个生产的量 这个就让我想到 不合规的人类 他们不是都用排挤的方式吗 去排挤他 想办法逼他 要么把他逼出走 要么就把他逼自杀 这样子的手法跟 把一个不合规的胚胎杀掉 好像后面的 就是前面的方法啦 把他逼走 逼他去自杀 好像也蛮没有效率的 所以我不知道 大家听到这边 你们会怎么猜想美丽新世界 他怎么去处理那些不合规的人 第三个部分呢 为了要让我们大家都在同温层里面呢 他们的教育方式 在心理教育这一块 做得非常非常的彻底 因为我们大家 如果能够在心理状态 还有观念思想上达成一致 我们就会有同样的一致性 代表说我们会有同样的 吃喝玩乐的享乐的标准 那么我们要吃喝玩乐 享乐标准都要一样的话呢 这一定要用人工制造 就是人造物 才有办法那么的一致嘛 因此他就洗脑我们哦 天然的材质的东西 它都是不好的 人造纤维是好的 所以同样的享乐方式呢 吃药 它就是最有效率的一种 离苦得乐的方式 所以我们要吃梭麻 梭麻是美丽新世界中 一种帮助我们离苦得乐 的一种很有用的药 而且我们又不会上瘾 那其实这样子哈 看起来啦 美丽新世界中的人们呢 有统一的眼光标准 那统一的眼光标准 就会有统一的生产方式 统一的快乐方式 统一的远离痛苦的方式 这样子就是最有效率的 社会运作的模式 其实啊思考阅读 在思考阅读的当下 我们一般来讲是没有办法去制造东西的 算是没有生产力的 这种事情怎么可以在 美丽新世界中存在呢 当然啦 还有一些别的理由 我想书中后面会提到 那我们就后面再来说好了 不合规的人怎么处理呢 故事继续看下去 后面会有不合规的人出现 那至于阅读思考这件事啊 其实他也是 我觉得里面有点 不太想要让他们去思考 因为你思考太多 就很容易变成不合规的人 那该怎么处理呢 这大家 我们可以在后面的章节 然后会再来做讨论 好那如果你们也有关于 就是家的概念啊 或者是怎么样创造 像这样子创造一致的规格 才能维持安定的这种 有其他的意见或想法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那我们就可以再来讨论 或是大家来交流一下说 是不是有不一样的视野 关于这件事我们有什么 不一样的观点 大家再来看看 好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 那下一段的故事 我们就下一张集再见咯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